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女排征战世界女排联赛的比赛情况 在今天,试联赛常规赛阶段的比赛将会全部结束 那么八支进入到淘汰赛的球队也会在今天晚上全部绝出 中国队在韩国战的最后一场比赛的对手将会是美国队 那不出意外,以中国队目前的这种状态、实力和人员配比来看的话 想要打赢美国队,难度还是挺大的 目前中国女排在试联赛当中是排在第四位 这个位次跟去年中国女排的位次是一样的 但是情况可能会不太一样 如果说中国女排这次能够打到第四 那我们就是实大实的第四,就要去打第五 上一次的话呢,我们虽然排到第四 但是正常的排名是排到第五 因为当时的土耳其队是东道主 所以说他们自动成为了一号种子球队 那么土耳其当时排在中国队后面 所以说那土耳其队的位次成为一号种子之后 所有排在土耳其队前面的球队都会自动往下顺眼一味 中国队就从第四变成了第五 那这次是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那中国队大概率会输给美国队 那我们的排名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我们在淘汰赛的对手又将会是哪支球队呢 不出意外的话,中国女排在淘汰赛的对手 90%会是这三支球队 分别是土耳其队,日本队 以及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巴西队 应该不太会逃出这三支球队之一 因为目前积分榜排在第一位和第二位的 美国队与波兰队 他们在最后一轮的对手分别是中国队和韩国队 那波兰打韩国这就不用说了 基本上不存在任何暴冷的可能性 韩国到现在可是一场比赛都没赢 赢一局比赛都费劲 所以说波兰这个前三位的位置肯定能够保持住 而且至少是第二 那美国打中国咱说了嘛 中国队想要迎向美国队也不太可能 所以说美国和波兰在都赢球的情况下 前两位的位置是不会发生变化的 那土耳其的话目前领先中国也达到四分 也就是说土耳其即便是暴冷输球 他也能够保持住第三的位置 所以说这个位置前三名 90%是不会发生变化 那四五六位分别是中国 日本和这个巴西队 那看看他们在最后一轮的对手 咱们前面说了中国最后一轮打美国 赢球的概率相对偏低 所以说中国的位置有可能会往下滑 但是不会跌出前六位 因为排名第七的德国队 他们所有的比赛已经打完了12场比赛 所以说目前中国队即便是输球 也不会掉到第七级第七位的以下 那日本队最后人的对手是意大利队 这个变化变数是非常大的 因为日本队在本次失联赛的表现相当的不稳定 他们能够赢巴西赢美国 但同样的也会输给荷兰队 所以说面对二队出战 实力并不占优势的意大利队 日本队说不好会赢球还是会输球 而另外巴西队的对手的话将会是泰国队 那大概率巴西队应该也是能够赢球的 所以说三者之间的变化依然存在 中国队日本队韩国队都有可能排在第四第五第六 但是无论这个位置是怎么变化 因为第三名的土耳其的位置是固定的 所以说中国队如果说掉到了这个第五的位置 那我们可能是去打第四 第四有可能是日本 有可能是巴西如果掉到第六的话 那我们的对手就固定了 固定的要去打土耳其队 同样我们如果是第四位的话 那日本队和巴西队一样 他们的位置也有可能会发生变化 就是打日本或者说是打这个巴西队 所以说中国队如果说是输球 然后日本和巴西都赢球的话 这种情况反而对中国队来说是最有利的 那我们就要去打土耳其队了 这三个对手日本队对中国队是比较熟悉的 虽然说中国队在本次试联赛里边 3比0曾经赢过日本队 但是那三局比赛有两局是打上了27比25 可以说打的是非常的胶着 那巴西就更不用说了 对吧 世界排名第一 去年两次战胜中国队 今年的试联赛 中国第一场就3比2赢了巴西 但是那是没有头号主国手加比的巴西队 所以说看来看去 就是这个土耳其队可能是最容易打的一个对手 在去年的试联赛里边 蔡兵就曾经率队3比1击败过土耳其队 所以说对于中国队来说 最好的结果就是我们输给美国队 然后日本和巴西同时赢球 把中国队送到土耳其队面前 那这个结果对于中国队冲击四强来说会更为有利 对于中国队冲击四弱